巨響活泼宁静 瞬间飞弹炸落 一阵天翻地覆 俄罗斯连续两天发射飞弹 攻击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量成至少四十三十九伤 监视器还拍到 一名女子原本悠闲地走在大街上 下面却有飞弹击落街角 吓得女子双手抱头躲过一劫 由于俄乌对核潭停战没有共事 普丁不手软持续狂投飞弹 乌军不堪示弱 向克里米亚赛反保发射飞弹 在海上遭到拦截 但飞弹碎片却落在度假海滩 伴随阵阵巨响 游客尖叫逃命宛如人间地狱 俄罗斯国防部指控 乌克兰这次使用了美国提供的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急速弹药 导致严重死伤 由监于全球局势升温 俄罗斯国会议员警告 莫斯科可能会随时改变 使用核武的时机 引发核战担忧 另一方面 以色列总理纳塔亚胡破天荒宣布 与哈马斯的对战即将告一段落 他澄清这不代表 尼巴战争即将结束 而是为了应付 尼巴嫩真主党日益扩大的攻势 双方战争一触即发 至少四个位于叶门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 亲伊朗民兵组织纷纷表态 愿意支援真主党作战 还警告目前已经有数千名战士 在叙利亚准备 恐怕会引发中东第二战场 记者五将纵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